第四尼上海 刚刚做了一个 中国文化为出发点的一个项目 叫大闹天空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 能够找到一位东方的艺术家 然后呢还要找一位 能够符合迪士尼的这个审美观念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后来他们找到我 所以创作了这一副 大闹天空的背景 曹骏 一位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艺术家 他总是喜欢这样 把自然 宇宙 文化融为一体 在这个庞大的艺术项目中 他正作为关键的一环 用独特的表现方式 赋予大闹天空 这个中国神话一新的生命 其实我刚开始只是画一个草图 在这个草图当中会分割出来 哪些是天空 哪些是海洋的感觉 然后哪边是银河 这个闪光的点是人们是熟悉的 银河嘛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有银色的 有金色的 甚至于有湖蓝的 甚至于有这个群青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在一起 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 银河的那样的梦幻般的状态 曹骏的作品 一直以表现星空和大海建长 这个项目 他已经整整创作了九个月 作品完成之后 迪士尼上海将会把它悬挂于展厅 并依虚拟现实的技术 进行结构与重建 曹骏并不是第一次受到 西方艺术领域的认可 2013年 他的宇宙系列作品 获得了法国巴黎国际美术 沙龙展的金奖和评委奖 2020年 他的作品 由于毕加索 马蒂斯 克莱因 吉洛四位顶级艺术大师的作品 一起在美国纳苏郡艺术博物馆展出 曹骏用中国的毛笔 向世人展现了 东方审美下的宇宙观 泰州 中国江苏省的一座文化名城 正板桥 梅兰芳 都是这里的杰出代表 1966年 曹骏就出生在这样一个 人文气息浓郁的江南城市 小时候经常这些胡同里走来走去 然后呢 那个每一家每户啊 我们在有一个民俗 都喜欢写春联 这些所谓的像组长 这些家长们组长们 会带着一些人呢 就是大家会形成一个队伍 就是挨家挨户的拜年 一边拜年呢 一边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相当于评比 每一家写的对联的书法 以及写的内容 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 曹骏从小就喜欢 临摹中国古代的书法与绘画作品 中学时期 他就已经是十里八乡 书写对联的高手 不过在考大学的时候 为了将来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他听从父母的建议 选择了泰山脚下的 山东矿业学院 学习采矿工程专业 第一次走出水乡的曹骏 被这座名山深深地吸引了 第一眼看到泰山 我第一次我才知道自己 其实很多中文里边的字 没有搞明白 我原来只知道壮美这个词 但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意义 到这儿我才知道 壮美是这个样子 泰山真的让我一时无语 我就是白天看不够晚上看 那个时候居然会 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个力量 我能够做到 好像一宿一宿的山上转悠 泰山之美不仅带给曹骏视觉上的震撼 还让他更为深刻地理解了 古人山水作品中用笔用墨的形式 他白天上学 晚上画画 一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 大学毕业后 他留在泰山管委会工作 还在继续钻研中国的绘画记忆 他还写了一封长信 寄给中国的绘画名家冯大忠 希望能够拜他为师 一宿的时间他在那画 我就坐在旁边看 一宿之间没有任何对话 到了天亮 好像那个时候是七点多 他们家人已经开始起床了 方老师这个时候放下笔来 你都看到些什么 我说方老师 我说看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还有呢 六 七 八 行 睡觉吧 两三天的时间 冯大忠非常欣赏 这个默默用功的小伙子 临行时 他送给曹俊一百多支毛笔 三刀宣纸和一张车票 冯大忠的家人 还送给曹俊一本范高传 这本书给了曹俊很大触动 当时我看到范高那种知足 范高在法国南部阿尔地区的时候 走在那个烈日之下 他那个红色的头发 在那个晒着焦黄的麦浪里 那个场景 我从作品里看到我到现在依然悸惊 这种激动 真的是激动 我想这是应该画家 所以我的一种状态 范高 没有人理解他 当时我其实我在单位也好 在家里也好 是没有人理解我 范高的画也没有人要 当时 我看的画 我那个时候的画也没有人要 但是就那种热爱 在天夜间穿行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我想那个人是我 我何尝不是这样 从冯大忠先生家回来以后 曹俊的绘画技术 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步 他的作品 获得了山东省工笔画展最高奖 随后他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 1999年 他的花鸟画作品 又入围了全国第二届花鸟画大展 一时间 来曹俊家求画的人 挤满了整个房间 曹俊也意识到 自己已经失去了潜心创作的环境 他希望到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继续提高自己的绘画记忆 新西兰 太平洋西南部一个由岛屿组成的优美国度 在这里 自然资源几乎覆盖了整个土面积 2002年 曹俊和妻子女儿移民到了新西兰奥克兰 他本来想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国度潜心创作 但却不得不先面对经济上的压力 我搬过去就住到一个木工家里 这个木工家旁边有一个dairy店 买了一个当时我认为是最便宜的 大约有这么厚 这么大 一块和砖一样的一个面包 我想这个应该很便宜吧 可是当我结账的时候好像是二十几 牛币 一盘算人民币要乘以五的话 相当于一百多块钱 感到恐慌 这日子这样下去得多可怕 然后我拿回来 就在我们租住的那个房东家的一个小屋里 我女儿她 现在想起来那个东西是真难吃 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舍得掉下一粒 全部都吃掉 曹骏开始外出寻找工作 但是在他向招聘单位 表明自己公职人员和画家的身份以后 却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 我们这儿也没有机关 不要你在做机关 我们这儿也不需要画画了 画画干什么用 有什么用 你想在这儿当专业的画家 不可能的 最难的时候 曹骏在工地上当过工人 也在服装厂里剪裁过衣服 他的心情十分抑郁 经常一宿一宿地 在由地下车库改造成的画室里画画 那时候 他最常画的是狮子老虎 他把这些狮子老虎 看成是自己 在艰难的自然界里 顽强地寻找生存的机会 我那个时候画一个动物的眼睛 可以用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去画 画的那种完全透明的 就是一种有生命的这种符号 其中还有一件作品叫做明月悬星 画了一个狮子羊的图 看着天 天上的月亮 然后他脚底下是沼泽地 随时有可能跌进去 他们居然完全看得懂 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就是都觉得我作品里面有那样的灵魂 有那种对未来的对美好的那种期许 终于曹骏迎来了转机 新西兰非常有名的布鲁斯梅森中心 在看过他的作品以后 对他十分欣赏 他们破例在一个月以内 为曹骏举办画展 这次画展 让曹骏在新西兰逐渐有名起来 当时我一看 这个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沾了时间一个月 什么那个开幕式酒费多少钱 保险费多少钱 我一看 家里当时真没有这些钱 他说no worries 收了千万一百块 我说不是差不多一万吗 他说不 对你只说一百 你欣然可以签字 我们并没有白白地赏给你 我们收了你一百 别的我们愿意签赖 2004年 在布鲁斯梅森中心 进行过画展的曹骏 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些名气 他开始在新西兰各地旅游 而新西兰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也为他打开了一扇 通往深邃世界的艺术之门 去了新西兰北端的高山上面 那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塔 就在那个塔旁边 我看到远处一个 若隐若现的封建线 这边是南太平洋 这边是印度洋 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 当我看见这两种颜色 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蓝色 这种生命的交织 这种感觉 这种澎湃 到现在这个印象 都非常的深刻 但是曹骏不知道怎样画出这种感受 有一次 他把很多种颜料 倒在同一张纸上 拎起纸 来回晃动 颜色交替 呈现出了一种 类似海浪的状态 曹骏十分兴奋 但是没一会儿 当颜料干透之后 色彩也随之暗淡 他得到启发 马上跑到附近的颜料店 把各种颜料都买了回来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人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头 这个人就是修拉 修拉说 一个好的画家 其实是一个好的数学家 或许也是一个好的化学家 在修拉的那个房顶上 有一个储物间 里边放了很多 这样大的小瓶 每一个小瓶条的颜色 都有不同的色阶 但是我就想 我为什么不可以 把修拉用的那些颜色 这种概念拿过来 然后用我的自由的手段 进行表现 为了得到用色彩 表达心情的准确途径 曹骏用表格的形式 一一记录下第一眼看到这个色结实的情绪 还给这些情绪打出了分值 随着对色彩的理解不断加深 它的想象力逐渐升华 它想起了在大学学习时 见到过的摇杆地质图像 这种斑斑点点的感觉 不正是它要寻找的 表达大海的感受吗 于是 它用中国传统的用笔方式 结合西方的颜色技法 以俯视地球的角度 创作出了一组 表现宇宙题材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 它诉说了自己在看到 这些自然景象时的心理活动 比如我们在南极也好 是在新西兰的南岛也好 看到的那些 在那个冰当中的一个非常 生不见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没有一根草 没有一棵树 没有一根植物 在那样的里头 也肃然起敬 一种你进入了那种 旷古洪荒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什么样的物象 并不重要 但是是我的这种情绪 在上面的跳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最表现自我情绪的一种东西 这些作品 曹俊原本以为 只不过是自己的小实验 但没想到 当他带着这些作品 参加2013年 法国巴黎国际美术沙龙展时 却意外地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肯定 这次沙龙展 曹俊获得了金奖和评委奖 这无疑是一把 通向欧美话坛的金钥匙 曹俊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 他想到文化碰撞更为频繁的纽约 创出一片天地 2013年 曹俊和佳人移民到了美国纽约 他希望能继续发展 自己的绘画艺术 而这时 一个人的出现 给了他很大鼓舞 这个人 是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五代掌门人 史蒂文·克拉克·洛克菲勒二世 他正在对曹俊表示感谢 原来前不久 曹俊为他创作的一幅作品 《共同家园》 刚刚挂在了洛克菲勒家族学校 菲尔菲尔德大学的学生活动中经历 这幅作品所用到的画板意义非凡 是一百多年前 第一代洛克菲勒先生出生时 小木屋的木板 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 曾经找过很多艺术家 创作这幅作品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所以他找到了曹俊 我当时就想画一个 像一个大树 一株一株地在一起 然后他们搭成了这一个阴凉的地方 中国古人有一个叫 前人栽树后人成阳 是一种上一辈对后人的这种关爱 洛克菲勒家族 是美国的石油大亨 能用代表着家族精神的木板进行创作 这已经说明了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 对曹俊的信任 作品呈建出来以后 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十分满意 实际上在八年前 曹俊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他就对曹俊宇宙系列的作品 表示出了喜爱 但是来到美国 仅仅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商业价值吗 曹俊进入了新一轮的思考 美国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画廊路线 这个马上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选择 可以通一生的努力 能够进入博物馆体系 但是这个是比较难 以前没有过先例 当然我就想 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后者呢 两年的时间 曹俊跑遍了美国的各大博物馆 他对历史上的各个画派 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而这也让他对未来的道路 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他们都是从西画出发的 从油画出发的 而我是从东方出发的 他们那群人里头 没有一个是从中国绘画出发的 文化没有超越 只是区别 他们所尊重的是 你这个艺术家 有没有表达时代的语言 你有没有表达时代的关切 曹俊决定回归中国的笔墨 但是 怎样才能让中国的笔墨 表达时代的关切呢 曹俊打算 回到故乡 寻找答案 现在楼梅啊 这种围巢啊 实际上特别入画 你看 你就看 它这个所谓的叶子 全是反光的 恰恰就是我这个作品里边 我把它留白出来 就是这样的感觉 画的陷入困境的时候 一手生向传统 一手生向自然 所以有时候 当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画不是这样的东西 当离开家乡的时候 看不到这些东西了 但这些东西 依然在脑子里边映着 这种印象是诗意般的 这次回到泰州 曹俊主要想看看 家乡的芦苇和水 接着 他来到泰山 寻找草木间 斑驳枯黄的感觉 杂树好像在平时的地方 好像看上去 不怎么好看 不怎么直 但是对画家而言 这种杂树最有用 它们这种大小 穿插的这种关系 这种明暗的关系 这种避让的关系 恰恰是作品里边最需要的 回到美国以后 曹俊开始闭关研究 他参考了宋代山水 花鸟的画法 又融合了很多西方现代的艺术表现方式 找到了一种新的中国绘画表现形式 我为了表现这种光和影 其实这种光和影 月光一样的 还有那个摇曳着风中的 这种水边的这些小草的这种影子 以及像树枝底下的 光线底下的树枝留下的影子 虽然都是影子 但是这两个影子有不同的出处 这个地方的影子是受了莫奈的影响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些影子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第一时间 把它和达力的超现实主义联合起来 和它们不同的是 我这里边全是用的中国书法的笔法呈现的 曹骏给这种绘画形式 命名为新颂式 在这些作品中 他表现了一种旷古高远的审美 和自然融合的大爱 他的作品 引起了很多国际美学大师的关注 2018年 美国波士顿学院博物馆 还特意为他举办了展览和专题研讨会 国际知名艺术评论家 波士顿学院哲学教授塞里斯 这样评价道 曹骏的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他以他的方式 将古代中国山水画的传统 现代欧洲的抽象形式 以及美国绘画的特点融为一体 曹骏 第一次走进了西方博物馆的序列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实在是十分的强大 也十分的厚重 我只是取了其中一顶点 严格意义上来讲 无论你是哪个民族的艺术家 只要你真正的懂得 这个种族里边的文化 你就可以当一个好的艺术家 穿梭于东西方多种画风之间 无论哪种风格 对于曹骏来说 他表达的都是一种对于人类 对于自然的关爱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流行 曹骏居住的纽约成了重灾区 他也用画笔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 画了一个路丝 抬起脖子来看远方 其实当时这个路丝就是我 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那种翘首盼望 然后在想哪天何日是归期 我不想前面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挡着我归伤之路 我要想一眼能够看到 万里之外的故乡 2021年3月 曹骏回到中国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创作灵感和方式 他不断探索 还以虚拟现实技术绘画的形式 为迪拜世博会中国馆 创作了一幅立体画 这个作品名为 太空你好来自地球的礼物 曹骏用虚拟的画笔 在三维空间里创作了一束鲜花 中国人实际上是内心非常平和的 与人为善的 你想想 实际上花是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实际上是一种美好的期许与祝愿 我相信如果说外太空的人看到 或者说别的国家的人看到 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馆里边 主体是一束花的时候 那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种 传递出去的友好的这种祝愿 其实花只是一种概念 希望整个世界像花一样的美好 希望整个世界到处布满鲜花 而没有战争 这实际上是我们内心当中一种期许 无论是以虚拟画笔 在三维空间作画 还是在光影之间 创造新宋式的山水田园 创新无疑是一位艺术家 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 在曹骏的心目中 绘画不仅是为了描绘自然之美 人文之美 更多的是来自心灵 对世界的一种关照 是对浩瀚宇宙的一种探寻 我觉得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 要想发挥它的真正的作用 并不是只是画一些作品 或者创作一些作品 装饰 装点我们的生活 如果用作品能够启发 我们的人类 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能够激发大家 对自然的这份敬重和爱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家一种责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